5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杜涵在北京表示,单边制裁不得用作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和经济胁迫手段,各国应取消对中国的制裁,并采取强有力行动,遏制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过度制裁行为。 应中方邀请,5月6日至17日,杜涵到访中国,他同中国有关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进行广泛交流。 除北京以外,他还到访了新疆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和田和广东、深圳等地。 杜涵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单边制裁,对中国科技公司不断施加压力,实施出口管制, 并将中国官员和企业纳入清单,甚至发起行政和明示指控。 此外,美国还对与新疆、香港有关的实体采取制裁和限制措施,将制裁对象扩大到农业、建筑业、贸易、能源、金融、电信等领域。 杜涵指出,在域外实施单边制裁是非法的,而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不少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和人道主义的项目, 产生了溢出效应。 我已预取了预告的新技术计划,以中国的专业、 在域外国的国家,像是農工工业的测试系统和新的能力, 包括资财的负面影响还体现在教育和学术科研合作等领域。 中国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中心被列入制裁名单, 中国与外国机构之间的交流项目、奖学金和联合研究项目被中断。 杜涵认为,对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认定没有提供证据, 被认定的个人和实体向制裁国法院体系提起行政和司法诉讼的能力极其有限, 而这种诉讼往往耗时长,费用高,不透明,效率低。 杜涵呼吁各国,特别是制裁国, 有效解决其域内企业和其他实体过度遵守制裁的问题, 以减轻或完全消除任何不利的人道主义影响。 I call, therefore, on sanctioning parties to leave and suspend all unilateral sanctions applied to China, Chinese nationals and companies without authorization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use of which cannot be justified as normal business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retortions or counter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No good intentions or references to the need to protect national foreign economic or technology interests can be used as ground for or justification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and contrary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ultimately resulting i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据了解,杜涵的国别访问报告将于2024年9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